很有可能把这个石子撬开 整条山药就找到这里面 这种下掌 下面还是改层 今天这个可有点来挖 如果这个人挖出来的话 应该是学北的一团 大家好 我是兄哥 上次帮粉丝挖的这种带铃铛的山药 挖的太少了 最近山里的朋友发现几个大的 据他说挖山药以上的话 就可以挖到十来斤 今天具体的挖多少 我们先挖出来撑一下才晓得 这里就是今天挖的地药 哦呦 这么大一网 这两个人来 这根大的还跟小的 这根大的断了 哇 好可惜在哪里呢 哦 这边还有 哇 这边还有两根腾腾 这个一定要走慢一点 这种腾腾很容易断的 一个两根 三根 四根 目前发现四根 但最大的那根腾腾断了 就在这里这根 慢慢的要找 一定要把它找到 这根腾腾太多的短了 目前这个季节挖这种 这种带铃铛的山药时间一两万 哎呦 呼 哇 这个紫彩胸 一搞四根 这是第二大那根腾 它从这里满满的就长到下面 那个石缝里头去了 不小心挖出来 这个腾腾从这里 这个石缝里长出来的 很有可能把这个石撬开 整条山药里长在这里面 今天这个鱼儿大工程啊 找到石缝里 来 我们准备开始 哎呦 这个石都已经放垮了 哇 多长久了 下面有石条 我们上山路 下雪的时候 很容易就把这个垮掉了 太修了这个 平时修石头 哦 偷在这里 有点大啊 还有三个头 一 二 三 从这里面 再往下整 哦 倒了 倒在锁子里面去啊 就是出来了 下面还是改成 今天这个可以有点难话 这一节可以 今天这个困难 不是一点点的困难哦 一条 出都是出来了 看一下 好多哦感觉 踩得倒都是看到没有 看完这里全部都是 喔 ൜咯有好多 哦 糟了 哦 这你好安逸 里里里马上都是啊 如果これ挖出来了的话 应该是雪 kweta 一团 但是现在这个外层里面 又是这个树餃里面 估计这个南挖 挖不出来就遗憾了 我们一定要挖出来 看里面到底装是什么样子 说话现在都这么漂亮 那么怎么筋呢 筋得很难 都动不得 现在这个疙瘩后面 估计把这个疙瘩取了 它就整在这边 还没动 哎呀 掉了 哎呀 这疙瘩了 哦 找找 这个弄断了 还好 这个断的不是好大的 这个大地在里面 在这儿全都是石头 再敲一下这石头看敲一下弄不 如果把这石头敲落了 应该就整在里面在 那就非常好看 整这一团 现在这一圈都是石头 刚开始计划我以为它整在里面在的 就把这儿掏开 没有 现在还是整在里面在 还在往里面长 再翘哈子看看里面怎么样 没动 没了没了没了 哎呀 妈 就挖一些碎片出来 正像这个样子 被石头全无压扁了 里头的大地在里头 这个大地真的在里面 感觉里面越来越大 兄弟们 没办法 挖了三个小时 挖了三块 我前几年挖过一棵 跟这个地形长得一样 当我翘开始那一瞬间 那简直是520 里面翘人的很 今天这一棵 我原来以为也像那个一样 但是今天就弄了这个样子 没办法 找下一棵 下一棵会更精彩 我都不好说的 走走走走 不带个时间了 兄弟们 这就是我们刚才挖了这羊牵子 有几地方就叫山药的这种种子 这种带铃铛的山药的种子 看看这个跟它只飞飞样好薄 这种山药为什么会走到岸边边 就是因为这样 好像一吹就吹到岸边边的 它就伸张出来了 走走 哎呀 你看这一棵就是好奇妙的 兄弟们 这是第二窝 在这个悬崖边边 施缝之间 这些棺材一下 挖不挖它 哇呀 哎呦喂 呼 一来就把这些翅膀手挂了 两个头了 哇 可以 这个第二头长得还大 伸一伸 小弟们 这根可以尝尝一下 如果那个挖起出来 应该很漂亮 哎呀 要得要得要得 哎 这个就还出来的 又把这个种子挖出来了 好挖这个 哎 哎 兄弟们 这看上去不错哦 应该比较好挖哦 这是千眼里这一个 应该是 哦 哦 这怎么都挖了一头啊 这长黑啊 哎 找这个圆城来看可以哦 虽然石头比较硬 但这些石头很容易敲咯 它就有点大了 哎 这个是不是 哦 这就是 这是以前的山药 看吧 这十分大 可以可以可以 这就出来了 这长黑啊 哦 哦 就这么就出来了 哎呀 我刚才看了这一街这么大个鱼啊 长好山好长 结果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形状都长得不像山药了 刚挖了这里的时候 我以为又大又长 结果就这么一点点大 究竟找个位置了 找个土的好点地方把它摘起 就在这个崖下 这个土栽比较好 而且比较肥哦 刚刚在这个崖上 崖上土质比较瘦弱 而且烟尘呢 也限制了它的肾脏 我把它摘在这个地方 这次我不要把它摘得太深了 重浅一点 刚才在摘山药的时候 发现另一个品种的山药 但从这个腾腾来看呢 应该在两到三年 不是很大 挖出来应该就这么大 让它留留年再挖 今天挖的那个山药 确实在烟尘里面 确实太难挖了 挖了两个寂寞 如果再挖下去的话 还是继续寂寞 关注山药林哥 争取下次不再寂寞